圣安怀不愧是一个靠谱的人 皇室在香山是建有离宫别院的 什么时候想来玩 直接驻臂在此即可 但圣安怀知道皇上这次出游 不能太大张旗鼓 于是也没通知那边的人 直接又给皇上悬摸了另外一处别业 此别业虽不如皇室离宫那样堂皇华美 但圣在清幽安静 最适合幽妻密约 这别业门口有一匾额为偷天酒 这三字取自宋人阳万里的一句诗 小枫一夜偷天酒 却欠孤松演醉荣 因此别业的名字就换作天酒阁 这本是个颇有雅趣的官员所见 后来落在一个富商的手里 圣安怀正是从这个富商手里买来的 那富商只当是圣公公自己用 便故意开了个很低的价钱 几乎相当于白送给圣安怀 这圣安怀比猴子都精 又怎会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这类人情圣安怀从来不收 因此把价钱抬得比市价高了两成 才肯接受 嘿嘿嘿 反正又不是我掏钱 嘿嘿嘿 然后圣安怀又吩咐人按皇上的口味 把这别业收拾了一番 名字也换了 嘿呦 什么偷天酒 太龙龊了 圣安怀觉得 凡是带偷子的都不是好玩意儿 于是他请了个小秀才来改名字 那小秀才按照他的要求 把偷天酒改为了御人来 别业自然该叫做御人馆 嘿 这名字也是有出处的 这《西乡记》里有句诗是 《扶墙花影洞》 《仪式遇人来》 这崔莺莺给张生写了这样的诗 之后两人可就优惠了 这么一看 嘿嘿 多硬景啊 哈哈 圣安怀于是很满意 小秀才看着迎笑的老太监心想 嘿 也不知道底是谁龌龊 以上所有的事情 圣安怀只用了三天就做好了 这实在不容易 因为他屁股还疼着呢 虽然看到了圣安怀的努力 但继衡依然不想看到他这个人 继衡无法容忍这世上 又除了田琪以外的太监 觊觎他的小兄弟 尽管圣安怀后来跟他解释了 但他就是不高兴 而且田琪还问他 圣安怀那样说 是不是他指使的 这继衡还不得不背下这个黑锅 他要是否认了 指不定田琪又要怎么想 没准会觉得圣安怀改口 是由于受了皇上的恐吓 唉 他实在不想在这种破事上纠缠 还是早点稀释宁人的好 总之 哼 因此圣安怀带着几个侍卫 被继衡打发到一里以外 两里以内的范围内 主要负责在皇上迷路 需要帮助的时候 及时出现指点迷津 这些田琪都不知道 他本想问一问如意 去不去香山玩 结果被皇上义正词严地阻止了 现在他和皇上手牵着手 走在了幽灵深处的石子路上 路边风树无论高低大小 都已经被秋霜染上深深浅浅的醉红 层层叠叠 蜜蜜交织 连成一片红色的海 让人恍惚以为 自己走进了火焰深处 田琪的衣服 还是季恒亲手挑的 外面穿一件海棠红 洒玉兰花 交领长衫 长衫下是一条素白绵纱裙 玉兰花的形状与枫叶相似 乍一看 这衣服倒像是用枫叶 泼了红墨 踏染出来的 与眼前的景致很是相衬 红与白相间的搭配 也能使人显得很精神 气色很好 总之 季恒很满意 他现在越来越热衷于打扮田琪 这个时候 他最能感受到 他对这小变态的占有权 田琪是独属于他一个人的 他可以随意把他打扮成 他想要的样子 这种意识让人既感动又满足 而且小变态穿裙子确实好看 为了配合田琪的服饰 季恒穿了一件白色直具 袖口和胶领上 袖着细细的红色纹路 下摆上画着一支血液老霉 浓墨颇旧的枝干上 染着几点深红色的霉瓣 求枝梳花 傲骨凌霜 行走之间 使人似乎能闻到冷香暗服 这衣服虽好看 其实很不好穿 非有足够的姿色 不能撑起那支梅花 这技衡虽然心子里不太正常 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还是很有几分风骨的 长相又是高洁温润的君子 俊为非凡 像是神仙转世投胎 这是让甜妻不解的地方 这个男人表里不一 活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境界 两个光滑四射的美人 行走在艳色无边的风铃之中 如此盛景实在是言语难以禁述 单轻无法描画 时间一级一级盘旋而上 田妻走了一会儿便累了 慢吞吞地落在后面 几乎是被季恒拖着走 季恒回头 看到他累得脸色焦红 像是被周围枫叶一同染了 他好笑地摇头 哼 出息 田妻干脆用两手握着他的手 轻轻摇了摇 说道 好 我们歇一歇吧 他的声音软软的 娇娇的 一听就是在撒娇 男人没有不吃这一套的 更何况季恒 早就把田妻放在了心尖上 他耳根子一下子软成了牛皮糖 于是低笑一声 半蹲下身体说道 上来 蛤 田妻有些讶异 啊 这 皇上 你要背我吗 这 这 这可是龙背啊 连如意都闲少有这样的待遇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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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合适吗 季恒只觉得后背上 好久不见有重量 他于是扭过头看田妻 哼 傻愣着干什么 快点啊 田妻便爬上他的后背 他的手 拖着他的腿 轻轻往上一颠 他就稳稳当当的 趴在了他的后背上 两手 两手向前绕过他的肩 揽住他的脖子 他的下巴垫在他的浸窝处 两人的脸紧紧相贴 田妻的呼吸不可避免地 喷到了季恒的脸上 平稳和缓的气流 渐渐变得有些急促 他和他贴得太近了 近到没有缝隙 像是一窍两把鸳鸯剑 又像是一只无法劈开的 和欢钗 这样紧挨着一个男人 他本能地感到羞怯 可与此同时 他又觉得幸福 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 大概不会要求 这个男人怎样 但如果这个男人 主动为他做什么 哪怕是举手之劳 哪怕只是一个小动作 他都一定会幸福地想哭 田妻知道 嗯 以皇上的身份地位 能去身背我 已是不易 我 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然而 他又有些难过 唉 我喜欢的人 是如此的高高在上 而我 却是他脚边的一粒尘鞍 只是在他背上停一停 都成了使我 充满小心的奢取 我又拿什么去追逐他 爱恋他 攀到他怀里 或是 站到他的身旁呢 田妻纠结的时候 记恒满脑子想的 只有一件事 这个时候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差异 体现得很清楚 他感觉不到田妻的胸 好吧 这样说有些夸张 他也不是完全不能感受到 就是得 认真感受 记恒忍啊忍啊 终于忍不住了 问田妻道 你现在还裹着胸呢 唉 若是没果呀 那么以后 似乎也没有必要果咯 田妻沉默地点了点头 记恒也不知怎么的 就松了口气 接着又有点心疼 唉 总这么裹着 多难受啊 田妻实在不想和男人 分享这种话题 转口问道 啊 累吗 说着 抬起袖子 帮记恒擦了擦额头 记恒其实不太累 但田妻这样关心他 他很高兴 还趁机 亲了他的手 他一口气 把田妻背到山顶 两人这才停下来 这里的山 都不算高 也只有百石杖 从山顶俯瞰 底下的一切都很清楚 对面的山上 飞悬下一道瀑布 秋天水量少 瀑布收窄 以前是一幅段子 现在成了一条银色的细边 细边垂到山下的 一片湖水之中 湖面如镜 秋水淋淋 水上的几簇炉花 迎着秋风瑟瑟青瑶 岸边红叶连绵 又如红云之锦 又似颇天火焰 秋水碧 炉花白 枫叶红 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 像是一幅静态的画卷 季恒没有把田七放下来 他看着山下的湖水 说道 如果我不是皇帝 我大概可以做个饮室 与你泛舟湖上 钓钓鱼 画画船 或者你喜欢钱 我们就去经商 大银饮室 赚来许多钱 让你抱着金元宝睡觉 你说好不好 嗯 他这样说着 田七却没有回答他 他牛脸想问他 却突然被他捧住脸 不管不顾的 心闻起来 可惜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个皇帝 田七心想 那又怎么样 我就是喜欢你 他又想 季恒闭上眼睛 认真地回吻他 两人现在的姿势 着实别扭 他还趴在他背上 他的脖子扭成一个很大的弧度 酸酸的 很不舒服 但是他们吻得很投入 就是因为太投入 田七不自觉地摟着季恒的脖子 越收越紧 季恒 差一点被 雷死 他只能先放下它 分开两人 接着把他推到旁边一株风树上 继续缠稳 亲着亲着 季恒发觉脸上有点点失忆 他以为是田七的泪水 睁眼一看 却发现天空 飘下了细雨 诶 明明刚才还只是有些云朵 这雨也来得太快了 诶 又不是夏天 真是奇怪 季恒把被青的两腿发软的田七 拉起来站好 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牵着他的手下山 雨虽然不大 但是秋雨很凉 打在身上容易感染风寒 两人一开始走得不紧不慢 到后来就开始飞奔了 幸好时间虽然滑 但季恒身手好 好几次田七将要跌倒时 季恒都会把他抓回来 他们跑回御人馆时 田七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圣安怀早就提前预备好姜糖水 这会儿又默默地消失了 他也有点失算 哎呦 这青天间的天气预报 也不太靠谱啊 本以为是个晴天 没想到下几雨来了 嗯 季恒先拉着田七 去御人馆内的温泉内洗澡 这温泉不大 中间用一块石壁隔开 下面相通 形成一个一分为二的鸳鸯池 田七一看到温泉是隔开的 便放下心 把季恒推到另一侧 迫不及待地脱衣入水 唉 舒服 嗯 他坐在暖暖的泉水里 闭着眼睛 悠悠然尝出一口气 全身的每一寸肌肉 都放松下来 除了舒服 还是舒服 被田七拒绝了 季恒有些遗憾 当然了 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不过他一入水 就不遗憾了 因为他发现 隔在中间的那块石壁很神奇 他竟然可以看到 另一面的田七 季恒还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他揉了揉眼睛 再仔细看 嘿 没错 绝对不是幻觉 如果是我的幻想 田七的胸 绝对不会这么小 不是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看到他了 季恒的心狂跳起来 他以为田七也能看到他 但是他发现 田七神色如常 他歇了一会儿 睁开眼睛揉洗头发 虽面对着他 却好像视而不见 哈哈 原来这石壁 是专为偷窥而射的 嘿 简直太猥琐了 哎呀 果然太监 才是这天下最猥琐的一拨人呢 不过 哈哈 干得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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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